好 我说一下回到家里面的那个变化 其实我觉得希希的那个变化是最大的 因为感觉一回到家里 整个人一下就自在了 感觉放松了 对 我以为她会比较在意迪迪 但其实我发现她的目光和关注点 都在措措身上 也就是说她焦点已经从迪迪身上 转移到措措身上 因为她开始去约会的时候 她以为那个礼物是措措准备的 对 希希和钟钟都觉得 那个礼盒可能是措措的 所以那个时候他们俩对措措就是 应该挺有意思 刚刚希希也说她喜欢动起来的运动 然后措措马上接了 说原来准备给打保龄球什么的 但其中有一个细节是这样的 希希回来的时候说了就是单调 单调 这个信息量还是很大的 对 因为我们都会觉得说我们一次约会 想说规定的很好设计的很好 希望她会喜欢 但如果她其实都能用到单调两个字的话 我觉得会有点受伤 然后在无感的人面前 大家还是觉得直接拒绝好 还是保持一个体面比较好 拒绝她什么 就比如说我吃这个东西 我不喜欢吃 我是直接告诉你 还是我不喜欢吃 但是我也尝一口 不吃 我不想干的时候 我不想跟你说 还有就是想走的时候就说 哎呀我突然有个事儿 我朋友找我我先走了 其实这个很明显 那我就这样子 姐妹我想走 你给我打个电话叫我走 那个男生就说那我送你 那就送呗 就送到姐妹那去 那也比在那继续吃饭可 超越的方式不是直接拒绝 也不是保持体面 是体面的拒绝 就女生跟她一起 但还是保持这个朋友的关系 要她感受到 你只把她当成哥们 比如这女生在你对面拖腮 一直拖腮 但是你真的只想把她当成哥们 你怎么能让她把手放下